宣战进入白热化,投票日即将来到 而花莲市第一选区的先议员候选人谢国荣 站在路口向乡亲们打招呼,获得乡亲们的支持 11月26号,票头9号谢国荣来为乡亲们发声 而大家支持的每一票都是谢国荣的底气 恳请大家全力支持他,为花莲市民服务 花莲先议第一选区候选人谢国荣 深耕花莲32年担任过两家的市民代表 五家的先议员以及现在的先议员认证为花莲相亲服务 严格监督政府替人员发声 不只拥有好形象还有好人员 就连台北市场候选人蒋王安也拍摄一部短片 替谢国荣宣传,肯托花莲市民支持 花莲先议会资深议员谢国荣 各位花莲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蒋王安 在这边跟您肯托一位好大哥 花莲先议会资深议员谢国荣 国荣议员同时也是花莲先议会国民党团书记长 这次拼连任,请花莲市的好朋友们大力的支持 我的坚持来自您的支持 恳请支持9号谢国荣 欢迎是第一选区先议员候选人9号谢国荣 在这个星期每天早上7点和下午5点钟 率领着竞选团队在路口拿着竞选广告向路过的乡亲们挥手致意 来寻求大家的支持 谢光表示,为了坚持来自于你的支持 谢光秉持着八大坚持 坚持友善清职工人环境 坚持社区安全绝不退让 坚持社区关怀永续经营 坚持推动观光接轨国际 坚持推动市区便捷巴士 坚持荣民荣卷权益 坚持新住民照顾协助 坚持居住品质优化 以深更花莲多年的经验 看出花莲的不足 并且稳健的完成各项监视 以及落实地方发展 各位乡亲大家好 我是花莲现议员候选人谢国荣 9号谢国荣 现在离11月26号投票日很近 希望抢救9号谢国荣 拜托各位乡亲 花莲的乡亲拜托各位乡亲 拜托拜托 谢光表示虽然有许多民众认为 做这么久一定稳 但是他认为 只有集中选票 让他连任久久 叶肯托花莲相亲 选民11月26号 票投9号 进入议会 就差你一票 让他长长久久 为市民来服务 记得继续花莲会导 有点一票 就差点允许哦 就差点允许啊 加油 就差点允许啊